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段雍正建侠图 上回书说到 在这个建山蓬莱岛 后山 太平寨九寿豪天亭里边 就有英雄德路路民瞻 路老建客盗取八宝夜明灯 交给王双全 还有小莲花玉斗 这俩人拿灯往回走 碰上俩王冠 说瞎话 这瞎话没编好 说是大帅谈天嫁妹妹 千岁英王傅昌傅宝臣 把这灯赏下来了 要取八宝夜明灯上 镶嵌的宝石美玉 做嫁妆 小莲花玉斗 是姨子病殿王的骏马呀 说他跟着干嘛呀 他是大帅的干儿子 嫁完姑姑下圣点下脚料呢 拿回去给郡主用 这瞎话 这瞎话说得无心听得有意 本来这俩王冠呢 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跟他没关系 他们不是寻钢下印 拿贼捕盗的 俩人还有亏心事呢 俩人是前山 饮酒耍钱 回来呢 拿这个画呢 当闲话 可就告诉陈三了 陈三身份就不一样了 陈三是姨子病殿王 贺首贺天旗的近人 他要在王爷面前邀功 把这个事情就说了 果不其然 王爷大怒 王爷不找谭天 找谭天我小了 我身为姨子病殿王 千岁赏他一个灯 我找他要 那我就小了 这么大的剑衫都能给人 何况一个灯呢 可是这话不能这么说 先紧着谭天的妹妹 后紧着我闺女 这也不成 这人要脸 不在这东西值多少钱 你要听《红楼梦》里 这事最多 不在这东西值多少钱 他得抢 他得弄到手 尤其是贾宝玉的东西 那都抢 简单说吧 贺首贺天旗 找鹰王来了 我找鹰王要灯 为什么 你侄女要出阁呀 这灯挂在你侄女屋子里头 挂几天 七倍七倍 鹰王能不给吗 这么大剑衫都是人贺天旗给的 大哥您放心吧 拿灯去吧 哪拿去 没了 太平寨的寨主质量是装傻充乐 老头子这个责任是堪庭不关灯 亭子里头有什么我不知道 亭子里头是决策层召开高级军师会议 英王傅昌傅宝臣放自己提及东西的地方 我是太平寨的寨主 太平寨管一寨之太平 说有人打这九寿豪天亭 被豪天亭拿住了 我负责拿人 有人到太平寨刺探消息 搅闹太平寨 我负责把他拿住 慢说 一般寻常的侠客 大闹天亡殿 镇谷侠 懂钱懂话 也怎么样 到太平寨我都拿了 那是他拿的 夜走十三险呢 他给拿住了 大闹天亡殿 没他给的刀还闹不了呢 刀还是他给的呢 他是胳膊肚冲外拐 吊炮往里打 所以现在九寿豪天亭 灯丢了他不管 他是推的干干净净 一推六二五 那千孙一听 灯没了 所以灯没了 在贺天琪面前 我栽一小跟头 我跟大哥有差的 大哥你看灯丢了 不是我不给 这么着 自这后宫 前山 您瞧得上 您说给侄女要什么 我给办 宫里没有 咱们宫外去寻 山里没有 山外去找 要星星不给摘月灵 关键是 这九寿豪天亭丢东西 这不行 这不是光丢一灯的事 谁偷的 怎么进去 怎么出来的 那么机密的 九寿豪天亭的 机关消息 全让人破了 再有一个 不是打破了的 把机关消息 都关死了 这是有内奸的 这得查呀 军事也急了 大帅也急了 撤查呀 查不出来呀 大伙一研究 这里有事 这灯丢了 贺王爷怎么知道呢 你说这老头多别扭 灯丢了你报案呢 你找千岁说 你快看看去吧 你不去 正话反说着 明话暗说着 老头子还犯了 这促进了 未给这姑娘征灯 他不直说 他找他要灯 事出有因 这个事情啊 贺王爷大概知道点眉目 解灵还需细灵人 不成咱们奔后山吧 姨子并肩王府吧 咱们上王府啊 去探探口分去 那谈天万没想到 盗灯的人 是他府里的七派长 还有他干儿子 他哪知道 坚守自盗 燕谱说 我去不了 这山上这事多了 随时三桩就可能 打咱们的剑山 说丢一个灯 虽然是大事 打破了九寿豪天亭 这个事情也很主要 您辛苦一趟吧 你看你带谁去 那么太平寨的质量 得跟我去 这太平寨也归得管 质量说不成 我得把九寿豪天亭的机关 重新发动 而且我要派重兵 重新布置一番 质量新了明白 陆明瞻给拿走了 陆明瞻怎么打的九寿豪天亭 我告诉他的 陆明瞻再是剑客也九寿豪天亭的那些机关消息 他一时半时破不了 我不告诉他 他就破了 那么是陆明瞻把这灯送出去了 还是留在剑山交给谁了 这我不知道 我也得做打算 我在山上头 知道现在有俩老剑客 出山没出山不知道 左膀带的三宫 这都是我的人 实在不行 我联合起来 就得保护这个斗灯之人 还有 就是这小莲花鱼斗 跟大老李鸭的金莲花凤旗 这些人都要想法赢就 一旦造反 大伙得一块动手 太平侠之量不去 谭天亭说 那哪位新回荡跟我去吧 还真有请英的 乌良府 我去 恶道画图 画图归山一听 这灯没了画图动心 为什么 画图倒灯 废多得劲呢 把这个八宝夜明灯 倒出来 那么那大班的班头 从北京一直跟着他四川 为了摆脱 这个官府的人 躲进了建山蓬莱岛 画图千辛万苦 我也是 画图一听 这灯没喽 这跟我多少有点关系 往没赶上 两拉倒了 即使赶上了 这个灯 我有点责任 我得管 那么大帅 频道我陪你去 英王一强 那就可以了 有画图 有谈天 还有办不了的事吗 那么你们二位辛苦吧 简单说 这领了千岁旨意 大帅谈天恶道 九尾金蝎道 画图画亮语 陪着 谈天谈个灵 可就购奔后山 到后山 一子并肩王府 谈天稍微有点为难 这个老头脾气古怪 我们俩人呢 儿女庆旨 刚定的 我刚儿子是他姑爷 按说大的方法 我这大帅的身份的 比一子并肩王也不低 但是这灯丢了 这老头要这灯 千岁对他是 波依波顺 哎呀 这老头说话又嗝 脾气又不好 得了 道爷 您受累叫门得了 画图在建山的身份 比谈天可差的 画图能耐不错 品格低下 人头不怎么样 职位也不高 而且山上山下都知道 画图干的这个营生 里里外外人都知道 老道啊 是发卖迅香蒙汉药 而且是总批发 广收徒弟 是这个江湖上头 下三烂黑五门 全让他给改了来了 他辈儿又大 能耐又高 想败他的人还挺多 哎 脸徒弟 脸完之后 他也不管这人 人性好坏 就把这配方给人家 做 做完卖 卖完了 大头归我 归建山 给建山充作军费 小头你们拿走 那小头也很口观了 这玩意害人的东西 没什么本啊 有他逞后腰 好多人 肆意的制作 害了不少人 那么艳朴这个人呢 说实在的 很正直的 老道本身就算 洁身自好 老道就说 说这个 画图 你这个 为了建山呢 这个充军费 弄了很多钱 但你这个来路不正 我有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 我这师哥呀 哎 无形剑和末期欲修啊 还有那俩和尚啊 这些人对你都有看法 大家伙就要让我把你除了 最起码不济 也得把你轰出建山去 我一直顶着他们的压力 我纵容着你干 可你别给弄大吃了 你这越弄越大 这可不成 画图呢 也是跟艳朴欧气 要不也不倒这灯 啪进宫 把灯倒回来了 往九十五号电厅一挂 一开会 艳朴一条 又喝 灯够亮的 这灯怎么回事 我偷的 你不老瞧不起我吗 你们这么些个剑侠 可哪一位 扮着露脸的事呢 画图怎么样 把御用之物 珍珠倩 香宝钻的 八宝夜明灯顺 皇宫大内 倒出来了 陷雨千岁了 也让你们瞧瞧 我画图的能为 艳朴你还别说 还挺赞成他这时候 艳朴心了话说 反正这是憋着造反 那朝廷都憋着夺你的 偷泥灯算什么 这也不过是 来个下马威而已 就即便让朝廷 知道是见山所为 也无的所为 总算你画图 干一档子 净胳膊净腿 光滚的事情 打这说 艳朴对画图呢 比原先印象还好点了 所以这灯一丢啊 画图动心 画图一瞧 谭天让他叫门 哎呀 叫门叫门吧 啪啪啪一叫门 有王冠呢 啊行了行了 道爷别拍了 您什么事 这个千岁大白天的 关大府门干嘛 千岁别扭 千岁气汤汤回来 逮谁骂谁 这整个 除了现在王妃 郡主没挨骂 剩下所有人 全挨了三遍骂了 已然轮上 小猫小狗的了 好 阴天骂猫 雨天打孩子 喝 你们千岁也是闲的没事了 无良佛就说 大帅谭天 还是把大帅谭天搁的头了 就说大帅谭天 跟山人画亮雨 叩见千岁 少待 王冠一急 急往里回 回到 贺天骑这儿 贺王也不客气 让他们进来 连个请字都没下 王冠出来 二位跟着王妃走吧 一直待到王府以内 两个人跟王爷 见面一臂 谭国林 怎么着 给 本王我送灯来了 谭天就怕这个 我没灯 我给您送什么灯啊 哦 这儿找千岁要 瞪完眼了 千岁没有 您回来了 又冲我们瞪眼 哎呀 有灯 直是给千岁您送来 何的还是没有 好啊 那这灯不送来 你们俩干嘛来了 跟这灯的事有关 嗯 怎么着吧 怎么好不样的 您想起要这灯来呢 我不问你 你反来问我 谭天你可要找寒碜 要没有你 我要不着这灯 啊 谭天千想万想 没想都把自己告下来了 千岁这里有我的什么 有你的什么 你有妹妹没有 我有妹妹 你是不是要嫁妹妹 谭天一听 嫁妹妹这事 心里咯瞪一下 这事当的话图 没法说呀 我是要嫁妹妹 我妹妹要嫁凤琪呀 这个 别人都不知道啊 这不能往外说呀 这是老建客 懂钱懂话 一给主的婚呢 凤琪现在被拿天牢 是咎由自取呀 别看她是我妹夫 我当初可说过 你跟我妹妹 有朝一日成亲 远走天涯 不许搅闹我见山 到见山里 慢说是让太平寨的质量 给拿住 就是让我谭天拿住 也是秉公而断 怨就怨你自己 精师不道 学艺不高 你的智谋不够 事于算计 你才备祸糟琴呢 可是眼睁就瞧着 凤琪被杀 自己妹妹这个 守望门我 于心也不忍 怎么样呢 把凤琪下在天牢 准知的有能人搭救 把她救出去 就算完了 也别真给宰了 我就要嫁妹妹 我妹妹要嫁凤琪 这事没人知道 怎么她要问呢 千岁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你别装糊涂了 因为你要嫁妹妹 你找千岁去了 千岁从中呢 要赏你八宝夜明灯 你们要把八宝夜明灯的这个珠子 开下来 给你妹妹当嫁妆 当嫁妆完之后呢 您先等 谈天一听 这都哪个事情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嫁妹妹这事是秘密的 我怕千岁知道 我还跟千岁说起 我要嫁妹妹 千岁得问她 嫁谁呀 嫁您姑爷 嫁我奶姑爷 我俩姑爷 头来那俩姑娘嫁一个 三人又嫁一个 已然走了 你这妹妹要嫁我奶姑爷 嫁您那个俩姑娘 嫁那位 那俩不都因为她死了吗 我妹妹跟她了 你妹妹算田房 不 您那俩姑娘算田房 我妹妹订婚在前 您这俩在后 谈天能说这个吗 谈天要嫁妹妹 这事不能说呀 现在怎么着 我跟千岁说 千岁赏我一灯 把八宝夜明灯上的珠子 抬起来 给我妹妹当嫁妆 这不胡说八道吗 这个话 一定是谣言的 谁这么坏 中这毒 八宝夜明灯 给我妹妹当嫁妆 爱着您什么事 慢说没有 这是 满算有 千岁您 中这干气干嘛 千岁 这个话 我不明白 打哪说起呀 我嫁妹妹 这个事情 没有 也没跟千岁说过 千岁也没闪过灯 不对 不仅把这八宝夜明灯的珠子 开下来 给你妹妹 而且你妹妹挑完了 给我姑娘用 这地方 你这干儿子 你妹妹的干儿子全知道 是不是这么回事吧 哪有这么回事 我说千岁啊 这个感觉您是因为这个进宫要登去呀 哎呀 我以为您有知道什么蛛丝马迹了呢 千岁 没有这么说 无济之谈 谈天苦笑一声 千岁爷 这投了一派的谎话 至于什么人盗取八宝夜明灯 又说这个瞎话 传在您耳朵里头了 咱们一会再查 我先跟您把话说清楚了 绝无此事 千岁淡放宽心 就即便我真嫁妹妹 郡主挑剩下的赏给我 我们的也不敢要 我得带着妹妹上这儿 给千岁淡磕头写恩来 也能走到您头了去呀 那我也太不懂事了 嗯 这话不一定要 你这会儿你装好人了 据我想登啊 现在就藏在你的府中 一定是有人瞧见了 藤天一听 千岁 合着我说 您不信 原本不信 要不然 怎么那么巧 九寿豪天亭 灯就没有了呢 我有真评实据 好 华德爷您在这儿呢 您听的 灯是您顺北京偷回来的 挂在那儿 为一贼赃 我们打起来了 哎 华德一听 这叫怎么说话呢 这是拐着弯的骂机 大帅您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 正好您当个见证人 千岁您移一架吧 连您的人带画的爷 上我府里边搜灯去 这不倒霉催的吗 搜出来八宝夜明灯 什么罪我谈天盯着 搜不出八宝夜明灯 咱们从长计议 呵好小子 这可是你说的 白家 白家帅府 搜灯 带人吸了呼噜 全都够奔帅府 帅府这灯还没转移呢 怎么 帅府这灯憋着送左绑带呢 这天刚亮 您算这终点 半夜里的沉三就报告了千岁爷了 千岁爷是连夜进宫 天还没亮呢 这会儿天刚蒙蒙亮 这灯还没转移出去呢 王双全 跟小莲花鱼都把这灯 就藏到屋子里头床底下了 连灯盒子往底一搁 万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案 吸了呼噜一帮人撞进来 帅府 当时把灯泉点上 大帅下一句话搜 大帅府的人不动 都是王府的王冠 陈三戴的搜灯 把大帅府的灯泉拿出来了 都点上 难也不是啊 搜来搜去 可叫搜的王双全 这屋里头 那就在床底搁着呢 王双全一瞧干了 这搜出来 我是盗灯之人 那我就得应成 把小莲花鱼斗给撇开 没别的 亮出刀来 就凭一口刀 三只墨与飞黄石 判却性命 不要杀一够本 杀俩赚一个 王双全憋着造反 憋着玩命 王冠进来 小莲花鱼斗也在这屋 把柜子都打开了 没有 桌子也翻过了 到床这 那床 有床单子 把床单子一掀 有刀有枪上 床底一划了 刃没有 还不放心 把床往外一拉 看看有什么 夹壁墙啊 抗凳啊 有没有这个 把床扳开 什么没有 王冠转身要走 王双全憋着 俩一栏 别忙 几位 再找找 没有啊 怎么了 二位 您这屋没有 咱们搜别的屋 不能 王庄权旅 都俩傻了 憋着玩命呢 憋着玩命 这灯没了 这俩脑袋 翁下大了 搜出来都不要紧的 拼命啊 搜不出来 这命都没法拼了 好不容易顺着 啊 就说 好天庭里 把这八百一鸣灯 给偷出来了 这搁着 我们这屋 我们这屋没有了 这没法交代 这灯 无论如何 最后得交的钦差 专者入都 得给送回去 这是皇上的东西 打我们俩手里没了 那能行吗 真烙的剑客手里 都没事 烙的谢小枝 被真往下K珠子 怎么办呢 那就毁了 他不成 搜 俩人带着王府的搜 王府人一敲 这二位啊 太尽职尽拙了 大概是要撇清干系的意思 帮上搜吧 把这屋里又搜一遍 没有 全出来了 寒天得问问 怎么样啊 搜都没有啊 王府的挨个在王爷面前回 没搜到 大帅府整个都搜到了 连驱驱动都探了 没有 王爷脸上有点挂不住 陈三 王爷 这话谁说的 小子 这话可是你告诉我的 他嫁妹妹K珠子 挑剩下给你妹妹 这话要说完喽 小子 我拿你当儿子似的 你要谎报军情 胡说八道 我这郎老连可没地儿歌 陈三有点含糊了 陈三心了话说 这二位喝醉的刀枪 耍着钱回来 他们俩说话算数不算数 王爷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我不能不着急啊 咱们别回府了 咱们就再帅府 把这事弄清楚了吧 要有一句瞎话 我扒你的皮 陈三不动归了 我可不敢胡说八道 这是您手下的王官说的 陈三心了话 哥俩我可对不起你们了 现在只能把你们俩招出来了 说 张三李四 叮了 这二位回睡觉去了 昨天晚上熬半宿啊 被窝里就给掏出来了 五花大王就给绑来了 王帅府一跪 不知什么事情啊 你琢磨 呦 王爷把我们送了 喝陈三你可损了 我们俩人耍钱赢了分您了 我们俩紧着秧给您呢 再说了 我们又不归您管 让您逮着 那也不能这样 举报我们 王爷也不对 我们是王府的人呢 就是陈三把我们给举报了 您让您的府里人 打我们两下就完了 罚我们点钱 怎么还把我们送帅府来了 睡着半截叫送帅府 过堂啊 俩人绑着 跪着就磕头 得了王爷 不错了 不错了 王爷一听 呵 胡说八道 瞪眼说瞎话 说错了就错了 杀 陈三说别杀呀 千岁打他们俩嘴里 还得听招供呢 哦对了 王爷听我混蛋了 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是谁进酒寿 豪天腾拿着灯 是谁跟你们俩说的 要K珠子 给他妹妹当嫁妆 哥俩一听 哦这事啊 嗨 俩这心裁放在肚子里头 俩一瞧 王棋牌掌 鱼斗俩摁着兜 都在这站着 俩都棋牌官 鱼斗是王爷的姑爷 说鱼斗 没好处 就说他一而得了 俩人一瞧 王爷 这绑着呢 没法拿手指 拿下部颗指的 就那位 王爷说谁呀 王双全往前一脉步 千岁 甭找了 我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 在谈天谈个铃耿胖 嘎啦啦打个响雷相放 谈天再也没想到 毛病出的棋牌掌 王胜身上 他在山上的名字 不叫王报王双全 他假报的名字 回头这么一瞧 呦 怎么是他呀 刚这么一打泪的功夫 王双全没想到 鱼斗往前一脉步 还有我 这回 不但谭桂林犯愣了 就连千岁都犯愣了 千岁心的话 有你的什么 你是我姑爷 俩人对桥一言一脸 茫然 老道画图 旁边一瞧 嗯 这里有事 老道把扶尘 可就插上了 干嘛 伸手摁保剑 心了话说 你们俩别互犊子 互犊子就凭这两个小辈也 难逃我手 就怕谭田动手 谭田有两下子 我倒不惧怕谭田 我就怕谭田跟我一纠缠 这俩人跑了 老到这就憋着伸手拿人了 王双全 往前一步一抱 全 帅爷千岁 灯 是我顺九寿豪天亭里拿出来的 王权新了话说 鱼斗你这假账 我英城就为保护你 你干嘛也拍胸脯啊 王胜 你 大帅 您打着我是您的勤排长吗 不是 我是乾坤意识 王报王双全 乍姓满名 尽您的剑山 就这一句话 谭田舞雷轰顶的厢房 很信任的人呢 还派他秘密的 啥龙斗那儿调查去呢 哪知这是奸细 你你你你 谭田气坏了 夜入酒寿豪天亭 盗取八宝夜明灯 您搜到没有 没搜到 已然送出剑山了 要杀要寡 任凭于你 千岁一听 于斗 你是我顾业 你怎么回事啊 呸 你是拿我当谁啊 你不是北京的欺人御斗吗 你才御斗呢 是你孤也不假 但我不姓郁 我姓鱼 我是侠河门徒 我是西方老侠的徒弟 我叫小莲花 鱼斗啪啪啪一输 怀里一伸手 露金腾着棒亮出来了 怎么着双全哥 咱们跟咱们拼吧 王双全回头一瞧 哪儿你就拼呢 那画图画量 有多大的能耐 谭田多大的能耐 咱俩行吗 兄弟事到如今 不必动手了 自己往前迈一步 倒减二臂 要问八宝叶明的下落 不知道 这还不亏心 真不知道 你也甭问 知道就告诉你了 不知道 反正送出山去了 还有没有合谋之人 你也甭问了 就有也不会再跟您说了 苏苏的禀明千岁 把我二人开刀问斩就是了 谭田一瞧 一个是我的旗部长 一个是我干儿子 这怎么办 应了 道登之人 千岁您看 贺天奇气之多吧 合着挑半天 挑这姑爷 还是奸细 连真名实姓都没有 贺天奇心了话说了 我这么大的剑山 都给了英王傅昌 傅宝臣了 为交这朋友 不连机业 尽负于他 我为你准姑爷 我能得罪英王傅昌吗 大事上 贺天奇可不糊涂 贺手贺天奇 把脸往下一沉 一咬牙 好脑 贪天 还不动手 拿二奸细 你更待何时千岁 甭废话 拿 老道在旁边 一瞧 巴里尔千岁 无良福 大义灭亲 他还给天妖加醋 众王冠上来 妈肩头弄二位 把脸给绑了 把脸的兵人 也全都下了 送前山 到前山问问 千岁怎么处理 一干人等 都回到了前山 禀明了英王 傅昌 傅伯伯臣 傅昌 傅伯伯臣 把前因后果 这么一听 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这俩眼睛没用啊 看谁谁错呀 我怎么就没认准过人呢 这都是奸细呀 什么鱼斗啊 王双全呢 这我都没亲自的 啊 见过还 一般的寻常的人物 都是奸细 我山上奸细也太多了 那凤旗 我不敢杀 我舍不得 这我还舍不得吗 杀 这一说杀 艳朴跟画图脸 对瞧一眼 机会来了 千岁 斩草务必出根了 既然已动了杀心了 凤旗不可留 一块问斩吧 杀 千岁真急了 这回全杀 大哥 这是您姑爷 我杀 杀 全杀了 凤旗是你姑爷 我明白 你为什么杀凤旗 你要不杀凤旗 你那意思 不好意思的杀这鱼斗 既是杀鱼斗 就连凤旗就统统全杀 咱们有姑娘再嫁别人 我也不嫌韩城了 为了兄弟 你的江山设计 甭管大哥我 大哥 您让我甭废话了 杀 全杀 艳朴一轻 这机会可来了 你们要不道登 还刺激不了这英王千岁 英王一撒 下一道旨一全载 何人兼斩 乌鲁昂福 贫道兼斩 画图画亮语 倒霉催的 他要兼斩 下一道旨一 就让恶老道画图兼斩 当时立下兼斩棚 由天牢里边 把金莲花凤旗给提出来 把三个人压到了刑场 三颗人头庄子 拴好了 单等三声追魂炮响 人头落地 画图兼斩 西棚以下 画图坐着一把椅子上头 手拿佛陈 往下关桥 叫立生火工 魂不点信炮 是更待何时 火工答应一声 一招手 柜子手全过来了 怀抱鬼头大刀 有点人拿着酒 给三个人喝酒 喝完酒等追魂炮 火工一点这火绳 头声追魂炮响 就喝完了 二声追魂炮响 这大家伙可就举刀了 单等三声追魂炮 大刀落地 这个人头就下来了 二声追魂炮响完了 没等三声 画亮宇 坐着这席棚子 他身后的这张席子 有个口子 这口子可不是现拉的 早就有 这席子 你也知道 日久天长一遭朽了 他就容易烂 当初拉席子的时候 也没准怎么没弄对付 这拉个大口子 天生有个大口子 就这街舞眼 有这口子后头 伸出一只手来 画图夺得能耐 画图弄不知道 身后的站着一人 这个人呢 也搭着是急茬 伸出这只手来 探出半了板子来 画图呢就在头上坐着 手里拿着浮尘 就坐着 这位这手都伸到画图 脖子旁边了 他要真有功夫 抡起来就砍 冰刃 披风之声 破刃之风 那画图夺得能耐 就知道 往前一低头 一咕噜毛先窜出去 得顾活命 这位呢损了 他不砍画图 他拿手啊 往画图旁边找 他够着画图 画图还不知道 画图瞪着眼睛 乌林扬夫等着三十追魂炮 三颗人头落地 自己心中这口恶气就出了 为什么 凤琪追他一当 害死凤琪是首要之物 他的注意力全在凤琪身上 这个人这手啊 可就够了他嗓子眼了 那么大的画图 让这位回首一抠着嗓子眼 连人带椅子往怀里这么一搂 老道呢 这猛劲 没想到 身子往后跟着一样 俩脚一离地 可就没法使劲了 能耐再大 力从地起 俩脚不沾地 这人使不上进 往左往右一拧 身子拧不动了 这位可就够着他 把他整个人搂到怀里头 这手是明亮亮意 把钢刀罩着脑道画图的面纹 手起刀落 阿咔扑 批了 九尾金蝎道画图画亮 与钢刀之下 费命吭声 一刀把脑袋批为两半 说这么省事啊 后边来这位能耐大了 没能耐 书中代言 后边是马乳娘 这段书 叫丑妇女马乳娘菜刀 批画图 明天投了这书 咱们快快说啊 这好书客都在建山是最热闹 咱们把这个菜刀批画图说完了 后边全热闹地方了 马乳娘是谁 马乳娘 就是王双全的媳妇 翘首余能的闺女那小麻丫头 想当初 王双全的爸爸 带着她 看打把是卖艺的 翘首余能呢 领回家去 有一条件 让我收这徒弟刑 我这小姑娘得给她 麻丫头呢 可是比王双全大三岁 大媳妇 俩人一块长起来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别叫长得寒碜 人可能干 贤良 这个又有武艺 那教王双全的时候啊 他在旁边跟着小 说有王双全等那大吗 倒没有 但是 比王双全大三岁 又跟着爸爸 在外边 卖过意 跑过码头 社会经验阅历 要比王双全丰富 就是长得不好 小时候就不好看 一脸麻子 五官相貌丑陋 但是呢 你们俩长得寒碜 事番咱们这书里 出现仇女 您记得 一般都是好样的 您听中立乌颜 乌颜娘娘转 那多寒碜 那帮着 齐功治国 这个祝亮的媳妇 黄氏 长得最寒碜 祝亮的能耐 都是跟媳妇消的 老丈人叫黄承燕 祝亮那鹅毛雨扇 就是黄承燕给的 那招周在那鹅毛雨扇上 祝亮最爱给别人写锦囊 他也有锦囊 就那鹅毛雨扇 那鹅毛雨扇 那个雨扇 那个大羽毛 都一层压一层 一层压一层 压一层压一层 那每层中当件 都写着字 没事呢 祝亮就以扇遮面 拿这扇子 拿这扇子 一挡 你什么关羽啊 张飞啊 黄忠啊 马超 这都多的能耐 这都是 这老赵云 那三国里头 刘备手下都 没有康货 您琢磨琢磨 关张照马黄完了 到最后 喂烟 这都了不起的人物了 马速马带 这都可以的 闻的这几位也行 弥足简佑都行 那祝亮高深莫测 拿这扇子一挡脸 谁也不知道想什么 没有 什么也没想 看小字 老丈人给 都写好了都 拔阵图谁留的 老丈人留的 黄承燕留的 那确实高 什么牧牛流马呀 那都是黄氏女做的 交给这个 祝格亮 丑女 您听 红楼梦 说这个 哪曾见 梁洪 曾举梦光啊 梁洪梦光 这多好 举案其眉 相敬如宾呢 梦光丑女 您不要以为 爱情故事 都是漂亮的 这个美丽的 凄美的 不是 那汉朝这个司马相如 和这个 卓文君 那还不错 卓文君也有才名 这个司马相如也有才名 但身份不一样 司马相如是穷 但司马相如是被贬的 他原先可不穷 他是换皇上 汉武帝刘彻不喜欢他 把他给贬了 他在汉景帝的时候 他挺好 然后武帝继位的时候呢 把他贬下来了 但是他在整个 士大夫阶层司马相如的 汉父啊 您都知道 那是汉父的代表性人物 司马相如 什么子虚父啊 美人父啊 这都是司马相如做的 那司马相如这么有才名 虽然穷 但是到哪 受到高规格的待遇 这人很清高 还不去 卓文君是什么人呢 您可要听明白了 这好多人不知道 卓文君是离婚的人 卓文君已然嫁过一人了 还不是寡妇 是俺修回来的 卓文君的那个名 说实在的不是太好 而且是他追求的 司马相如 他爸爸 卓王孙请客 请县令吃饭 县令去了 他爸爸也得找一些个 很不错的人陪着 一琢磨 司马相如正好在我们这儿 崴着呢 这人穷 我给他花点钱呢 我请他来 说现在话 给我撑撑场子 让县令一瞧呢 我们家谭笑有鸿儒 往来无不盯 是这意思 够点品位 一请 司马肯定不来 相如不来 相如我没事 上你们家干嘛去 嫁不住县令一听这事 县令也很感兴趣 哎呦 没想到司马相如 这么大的名望 到我治下了 那上他家去一块服务宴 您去吧 他也派人请 司马相如我不过去了 大伙一块架整去了 到那去呢 暗含着 这个卓文君 偷瞧司马相如 你说这什么人 您是嫁过人的人 在家 现在已经回来 又当姑娘来了 家里来朋友 你出来偷瞧 都说司马相如 长得漂亮 写的文章好 我得瞧瞧 我得搂搂 搂您找一个 隐蔽的地方 可能那份稍微大点 他们谈话 司马相如又不爱听 司马相如这 昂着啊着 随便唱诺 哎 是 这 对 正捧跟的 相如一瞧 大青凤子 眨眨眨大眼睛 丑自己呢 听说过 卓文君很有才名 长得也漂亮 几位 我弹个曲 大伙已经喝 太给面子了 就说来陪的聊聊啊 怎么还要给大伙 搬走搬走 来有古琴吗 拿家里藏的最好的古琴 这段叫琴条 您听这名字 拿琴挑动 卓文君之春心 谈的是凤秋华 这一下卓文君受不了了 私奔 被他爸爸愣跟相如私奔了 这俩长得还漂亮 梁洪梦光可不是 梁洪有才名 但梁洪什么也不干 太清高了这人 谁让当官不当 这么大能的就不去 孟光家有钱 但孟光嫁不出去 您查史书 孟光三十了 他三十不大 那是现在 我说这是战国 十四五就嫁人 三十两倍人了 也就是孟光是姥姥的岁数了 您别忘了这个 他要有孩子都该嫁人了 孟光三十了还没长嫁人呢 那孟光长什么模样呢 身体粗壮 皮肤幽黑 黑壮黑壮的 孟光 老大爸爸 我要嫁梁洪 他妈说这事不好办呢 一个是 姑娘您这副尊容 另外 梁洪又有点名望 虽然说他穷咱们有钱 这不是可以以财博动之的 那您甭管 您就找他谈起 您就问他 乐意不乐意 乐意我就嫁他 除他我还不嫁了 我就当老姑娘 孟光他爸没辙 找梁洪聊聊吧 你这玩意邪了 追求梁洪的很多 都不要 一听说孟光 行 他行 你说这玩意这不该着吗 嫁人跟孟家住的 那不成 我到插门 那您那条件太刺了 甭管 我们乐意 受得了苦就跟我们家待着 受得了苦回娘家 走 就这个 和这梁洪脾气大吉了 那孟光爱他 没办法呀 跟着上他们家 到他们家一瞧 是够惨的 不说家徒四壁 斯嘎拉空 也差不多 那得了 好在我有点陪家 早上起来 稍微捣着捣着 黑状黑状的 是不是 再捣着也漂亮 不到哪去了 穿点好的吧 穿点好衣裳 稍微的也 捣着捣着 戴着三环手势 早上起来 捣着完了 梁洪起床一瞧 走了 到饭点回来吃饭 没说话 怎么样 你看今儿我做这饭 还行吗 温头吃 你这麻烦 饭生了菜咸了 你说不碍事 就这饭夹上了 怎么意思 是米割多的 饭割少了 还是火软了 是不是 还是你睁着半截 你就接涕了 是怎么着 这菜咸了 打死麦盐的 少割点盐 少油少盐 对身体还有健康 这不怕 你甭说夸奖 其实一般的男性 都不是一般男性在家 这菜做真好吃 他为了让媳妇 天天给他做饭 是吧 不好吃 他也说好吃 哄媳妇高兴吗 是不是 这位 没有褒贬 好坏都不研研 晚上该睡觉了 睡觉 不说话 什么洗脸洗脚 全部理人家 自己脱颜上床 脸冲里睡了 一天不鲜 连着七天 这梁红 够梗的 七天不治一语 没理 孟光 孟光含糊了 干了 咱们谈谈吧 我知我长得不好 但是你既然答应 娶我了你这样的 这叫冷暴力 你摧残我这个脆弱的心灵 你别看我长得黑壮 心灵是脆弱的 你这对我可不成 我应当怎么对你 你最近把夫妻之间 有来有去 咱们该说话 得说话 得过日子 过日子是得过 怎么过 怎么过 人家怎么过 咱怎么过 人家怎么过 咱怎么过不成 得按我这办法过 按您怎么过 先洗脸去 把你穿着印象都脱了 把你带着这全摘了 干嘛 嫌你有钱呢 含着我 在我们家过 就是不一拆裙 就这个 每天咱们起来干活 该干什么干什么 还告诉你 打今儿起 我什么都不干了 全是你的了 乐意过就过 不乐意过走人 咯这梁虹 咬牙 孟光 他 他能干 他在家 他也没有那大小姐 那么娇气 但也没想到 这位 这样 那没法子 把陪着烂七八糟东西 全归着里了 搁箱子底了 每天就穿那个 不说破吧 反正很整洁 但是都是粗布的医生 从早忙到黑干活 打这儿说梁虹才有乐模样 但是 孟光的娘家 老来自扰 干嘛 老怕闺女受委屈 今天送米 明天送柴 这梁虹又不干了 我吃软饭不成 我能挣来 我养活你 我不能挣来 咱俩都饿死活该 这儿我住不下去了 走 跟我走 我跟您上哪去 给别人打工去 打工还不是打长工 打短工 就是 有招媒息的那个工作 临时工 说现在话 整改人有一家 打粮食 粮口子上人家 管吃管住 给点灵钱 帮人打粮食 孟光还是主力 梁虹的身子骨不灵啊 梁虹的每天 假扮三道子 也跟着可能 婆婆敏什么的 也就干这个 真打粮 他干不了 大庄的活他干不了 孟光醒 干完活回来 这就到举案齐没了啊 这才主 姓伯就伯高通 伯高通 晚上完了之后 他为了让故宫 多干活 他得瞧瞧 他得瞧 大伙吃的怎么样 火食上 有没有什么要求 吃不饱 睡不好 第二天 能够打粮食 抢粮食就这几天 一下雨就完了 收不了粮食了 他晚上要关怀 关怀这些个故宫 他到了短工棚 一瞧啊 别的短工啊 都抢吃抢喝 尤其出一十五 抢灶火 给点炖肉粉条什么的 唯独到了他们家 小宫盆里 小窝盆里头 一瞧两口子不吃饭 那打上太极拳了 孟光要举案齐没 有腿为岸 没腿为盘 就咱吃饭那盘子 咱们现在用的都没腿 就是没腿的盘子 有腿的那个 那就为岸 把这个饭 您可听明白了 打短工吃的饭 能是好饭吗 能是燕窝鱼吃吗 就是一般的 熬白菜粉条吧 也就是这个熬豆腐吧 那也得把筷子都摆好了 恭恭敬敬的 孟光端起来 举案齐没齐 到自己眉毛这样 低头递过去 贾宝玉跟林黛玉 俩人斗着玩 林黛玉说的这个话 何曾见 梁洪举孟光案 都是孟光给他举 梁洪可不举 夫妻应该平等啊 不平等 当然我说 这是封建社会啊 他那一会儿啊 现在你要是梁洪这人 搁的现在 这也恐怕 男女的也不跟他 梁洪呢 接这案可就没那么恭敬 大家也俩手啊 谢谢 客气极了 双手接过来 搁的这儿吃 吃完了 还把这端起来递过去 那儿再刷家伙洗碗去 博高通在旁边瞧着 瞧嘴 瞧了整整一顿饭的 我家里边打梁的短工 还有这样的家庭 这不是一般人呐 这什么人隐藏在我们家了 打这天天观察这两口子 这两口子让他看的不干了 找他来了 说东姐您这不行 我们挣的是您打梁儿的钱 您这玩意儿 偷窥我们是怎么意儿 您这什么脑病您这 不是 我发现你们俩的举动 异乎于常人 博高通要咨询一下 你们俩人怎么 他对你这么客气 这我们家的规矩 是啊 你们怎么来路 您真要问 我是梁洪 啊 这么大名气的梁洪 给我们家打短工来了 这是孟光 大财主家的闺女 山东梦家 有一号 孟光家也是山东的 不是瑞福祥山东梦家 这家伙大财主 这么大的千金规格 陪着您在我们家打粮食 给我们当小工 每天还能够这么样的尊敬丈夫 了不得 您别干了 代为贵宾 白吃白喝白住 两口子就在博高通家里边 当贵宾 接受最高规格的待遇 这样梁洪才有机会 著书立书 就是博高通拿出钱来 给您出版 您什么要不要干了 您就写文章吧 您别窝着了 您不愿意当官 哎 我跟您 在我这住就算个朋友 我跟您交朋友 您的文章 我替您拿出去 让大伙儿广而告知 这是仇女梦光 长得寒碜 但是 作为中国历史上 这个女性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能够辅助自己的丈夫成名 什么苦都能吃 那么事凡说书 您听这个丑女一出来了 都错不了 咱们这段书 于是是好样的 快说啊 还快说呢 于是嫁王双全 老家都死了 最后就生于老太太 王双全走了 王双全干嘛去了 王双全创荡江湖去了 林总说了 林总说了 说这个怀了孕了 这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生男生女你给起名字 等我回来 那走吧 身怀六甲 他刚走 这老太太也病了 合着是 于是挺着大肚子 我发送妈 把妈也给发送走了 旁边呢 董家这大爷呢 倒是时常的周记 因为董大爷知道 这是我亲儿媳妇 我再不喜欢这儿媳妇 他揣着这孩子 是我的孙子 因为什么 董大爷嫌那儿媳妇 长得寒碜 他老觉得对不起王双全 那是他们家小五 董家小五 那把这孩子生下来 麻烦了 这孩子一个多月 夭折死亡了 死了可是死了 他奶还挺好 他一琢磨 我一个人在家里 这孩子又死了 妈也死了 丈夫在外漂泊 不知道何年何月回来 看哪哪辩扭 家里就四个零牌 四个老家的零牌 在家里死 孩子这小匣子 于是在这家里 被待不住了 他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 跑马头卖艺 走江湖 他不犯处 他也琢磨 我走吧 于是要千里寻夫 他也没跟董大爷说 收拾收拾东西 背着小包袱 他可就出来了 书要减短 千里寻夫 走至在波沙江 他账奶 账得难受 他有奶 他得找无人之处 把奶给挤了去 他这奶 别看孩子死了 没回 不回奶 他奶水还挺好 他走在官道之上 一时之间难受 他一瞧 不成我改水路 走旱路太慢 走水路 下江走得快 我今天晚上上了岸之后 找一个地先住 整巧 头里有个小船 他一瞧 管船的 俩人 有一个客人 已经坐得上去了 他背着小包袱过来 一打上船架 说我过河去过江 到那边住店 要多少船钱 这个地方 女流不敢上船 为人不是正常的码头 也就是说现在呀 黑车 这叫什么 黑船 小百度呢 一瞧 哟 怎么还有女流之辈 敢坐我们这船呢 而且是一个女流之辈 一瞧这模样 倒没有什么 色心 于是长得寒淡 大麻的脸 又挺黑 于是为什么敢坐呢 于是他有把食 在他大小跑江湖 什么人没见过 嘎杂琉璃蹄 见多了 他都没往这想 他就着急赶紧过江 挤奶去 您先上船吧 船件好算 我们这个船小 带不了几个人 我们这是打鱼的船 不打鱼 歇网的时候呢 我们带俩人过去 好好上船 这于是可就没想到 上了黑船了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坐船这客人呢 也是他们一伙的 这是帮着一块动手的 他们是两套方案 要钱的人多 所以大伙不给 打他 打他们一伙的这个 把这就扔盒里 就张顺跟张衡俩 干这活 他们俩俩 张顺就顺船上 张衡是的哥哥 把张顺顺船上 给扔江里头 大伙一瞧 把这就给淹死了 挨个都交钱 他们俩这是张顺 水行大顺底下 潜伏就走了 他们俩俩在江上 就干这个 这几位也是 打他 瞎我他管大伙要钱 大伙要都服了 都给钱就完了 不服呢 仨人一块 再把这人都害了 这个是托 和这船呢 杀坏人 一个妇女 就到江心了 小高一撂不走了 于是着急呀 麻妇人一抬头 怎么不走了 大嫂子 走不了了 按说可不是我们见晓 肯定也知道 坐船的规矩 哎呀 到那边 我们怕您不给钱 叫船家不打 过河钱 前人撒土 我是后人迷眼 前面走道的 一仰手 我们后头都受不了 到那了 您一上船 上了岸了 您说不给钱 您个妇道 我们找您一征情 说不清道不明 越是您这样的妇道 我们越得提前要钱 干脆您这拿钱吧 把于是气的 于是久走江湖 还没见过这事 于是说要多少钱呢 我给你们就是了 挺大的老爷们 怎么这么莫的 婆婆妈妈 我还能短了你们钱吗 怕您不给 完了完了 大嫂子 知道您是厂户人 您就一个人啊 我就一个人 一个人给两千两吧 于是把小包袱 往甲板上一撂 包袱里没多少钱 心里咯噔一下 哦 胖上贼船了 于是心的话 你们这几个倒霉道 你们碰上奶的我 你们可够喝一壶的 哦 多少钱呢 两千两 划划劲 三千两行吗 这俩管船的 加这个托 仨这一听 怎么意思 还往上划劲的 不识数 还是脑子有毛病 大嫂子 什么意思 你们仨人 打我瞧不出来 你们是一伙的 打上了船 来回地眼神 贼没输眼的 你也甭装了 起来吧 说的话 于是顺船上也站起来了 两千两 仨人我怕你分不云 得他妈打起来 干脆 大嫂子 我一人给你们一千两 省得你跟着我磨牙 斗牙签的玩 好啊 给两千九百九十九两 娘们今儿你下不了船 要你的命 啪 船上可就动了手了 于是手 快呀 他打小跟着爹妈跑江湖 什么小流氓没见过 那会儿十多岁 就打小流氓 就是调戏他呀 专有那个 小妹妹 刚才马上跑一圈 跑得挺好啊 过来风言风语的一调戏 仰手就打 万一他打不过 有他爹有他妈盯着呀 他不出啊 就这一嘴巴 好像没给抽到盒里去 后面这伸手超级高的 照着他脑袋就打 于是手快 不躲这高 拿脑袋迎着往上去 一看这高临了面闻了 伸手 顺着这高 往下一出了 往怀里一来 就是握腰一抬腿 等一下 给踹盒里去了 抡起这高的 刚要打 这俩不容他打 扑通扑通 全下去了 仨人一看 这娘们还真厉害 愣打不过人家 到水底 仨人可就使了坏了 都奔船尾 使尽一舟这船 可要了命 把于是顺这小船 可就给 舟的江里头 仨人不知道 于是会不会水 是覆水而逃 把于是枪的够呛 这三小子 心虚要不跑 就得把于是置于死地 那么 马富人于是 好悬这高 是没撒了手 就仗着这高 飙着 随着江水往下冲 那也淹得不省人事 顺着白沙江 往下一走 也不怎么着 转得见山后山了 见山后山 一字并肩王 贺首贺天旗 带着人正钓鱼 怎么不上 印还上 劲儿怎么就上不来了 上不来我下去不 换上水刹 刚要往水里蹚 钓鱼 改捞鱼了 一瞧 千岁 灶火了 好大一条鱼 贺王爷 炸杀背 往手碾 钢杆 怎么一瞧 什么眼神 那哪是鱼 那不是人吗 一瞧 河飘子 抱着一根长 膏 大概啊 已然淹死了 呃 捞奖上来 手下人过去 洗手八脚 给搭上来 一瞧啊 都快泡腹弄 不知死没死 贺首这人善呢 把他救过来 往外摁水 小哥姐一瞧 男女有别呀 他是个妇道 这要想往外空水 这得摁肚子呀 啊 王爷 这 男女有别 您没瞧吗 是个女的 这还救人要紧 起来 贺王爷 大老头子 我怕什么的 我这岁数了 我又是王爷 我还能占他便宜吗 低了起来 搁自己磕膝盖上 拿俩手 往下这么一赶 还真不含糊 还得说马书娘啊 这个身后 啊 身体啊 撞 你琢磨 产后一个多月 刚出满月 还就死了 要在 这个孕妇期间 送走这老太太 身体多虚弱 跟船上打一架 顺船上吊河里 泡半天 愣没死 还行过来 哇哇这么一吐水 悠悠转醒 醒了之后 一抬头 一瞧 好 大胡子 一老头子 抱着他呢 一瞧他 醒了 贺王爷乐了 哈哈 又死过去了 那还不下次 王爷王爷 您别搂着 人活过来了 哦 别急 弄低头 这怎么办呀 带回府中 交与王妃 偷失落 大伙七手八脚 搭起来 搭回去 那到了建山 那就有大夫了 给调养吧 行转之后 王妃亲自慰问 说这个妇人 你醒了 这什么地方 这是建山小鹏来的后山 你碰上好人了 碰上我们王爷了 王爷怎么回事 大概几个你说吧 你子并肩王 贺首贺天旗 我是他的王妃 我们把你给救了 你怎么回事啊 贺王爷这个王妃 长得慈眉善目 说话慢语轻声 于是你一瞧呢 把自己的不幸全想起来了 我是丧母 丧子 千里熏夫 你 这孩子死了 几周了 什么几周 一个多月 有 那你有奶没有啊 有啊 我说奶还挺足的 回奶了没有 没回啊 王妃一听动心了 怎么 这个王妃跟王爷啊 老来得子 有这个郡主 贺瑞宁 就是贺瑞宗这个 这孩子啊 嘴太刁 不认奶 王妃又没奶 奶妈啊 换了十了个了 不吃 眼看要饿死 王妃每天 召集 吃斋念佛 求天保佑 那么一看 王爷救回人类 知道这是善举 积德的事情 打心眼里都赞成 没想到这回 得了好报应 没想到他有奶 救人不白救 可不知认不认 可是呢 诗人不忘报 把人救活了 让人为我们孩子奶 这个话有点难以启齿 王妃略以沉吟 我说 余大嫂 哎呦 好 您这么大的王妃 您可别这么称呼我 我现在我也还行过来了 您管我点吃的 放我出山 就是别忙 你要出山 我自不相拦 一会儿投了 见了王爷 秉明你的事情 你就可以走 我有一事相求 害您把我救了 还是什么求不求的 我分锁之内 我全答应您 反正你的丈夫 也是找不着了 是不是 这就从长计议了 你家里的老人 孩子都没有了 你一个人没地去 凑巧 我们两个人 刚有一个小闺女 我又没有奶 奶妈换了 食了个了 她全不认 你既然没回奶 你试试怎么样 万一我们这孩子 要吃了你的奶了 不是我救了你 你可是救了我们全家了 于是一听 有心说不应 我是为找丈夫去 跟您这儿当奶妈 这不耽误了吗 可人居于自己 又活命之恩 说不上来不管 万一孩子要不认呢 我也就 能走了 食了个奶妈 都不认 怎么就认我呢 那没得说 行 您把小郡主 给抱来吧 喝 把小姑娘往怀里一抱 可了不得了 闻着味儿自己 就找上去了 都不吃 专吃于是那奶 捧着吃 是越吃越香 也搭着孩子 多少日子不吃了 快饿坏了 那么于是呢 又胀奶胀得厉害 这一位这小孩呢 倒得已了 一瞧着吃奶 哎呦 王妃可乐坏了 快快快快去 快去告诉王爷 哦让王爷瞧去了 混蛋 让王爷瞧喂奶奶 像话 把这喜讯告诉王爷去 他救人不白 救外边多积德 多救人去 每天没事 后山钓鱼去 喝着捞喝飘子去 让王爷 王爷听高兴了 下一道旨意 于是 在整个的王府 任意行走 打这以后 姑娘就教她 于是要多少钱 给多少钱 想干嘛干嘛 于是千想万想 没想到 小郡主瑞娘 认她的奶 那就往起带吧 把自己 似乎一片心肠 抛在了脑后 静心带这孩子 这年头可就多了 一直把瑞娘 从小带到大 这是二十多年的光阴 麻事可就老了 王双全在外边 广博得这个乾坤义士 王报王双全 这名字 就花了十多年 又混金建山 这么多年 全都不知道 就在后宫 一字并肩 往府待着 您可听明白了 闲暇无事 他也没得干 他小时候吃奶 这孩子一断奶 他也没有奶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保姆的意思 那么这孩子 大了之后呢 跟亲娘不亲 跟他亲 他俨然的 就是王府里的 另外一位夫人一样 他也闲着没事 闲着无稽六寿 他也活动活动 他也知道 前家有好些会练的呢 但他这练舞 别人不知道 只有郡主瑞娘知道 就郡主瑞娘知道 自己的汝娘会舞 连王爷夫人 全不知道 没事的 他也练 就把自己小时候 爹妈 还有公公 还有董大爷 教的这些个武艺 从头到尾练一遍 什么功夫 也是越练越熟 您别瞧 马主娘这二十年 这功夫 还就算没歌星 比一般的侠客 比不了 但要比山上 好说 那不行的流寇 那还强点 那么今天 马主娘 怎么到刑场了呢 感情 这回来一绑 这俩王冠 府里边就知道信了 府里边一听说出事 贺王爷今天夜里边起来 进宫闹去了 回来之后气哼哼 逮谁骂谁 除了夫人郡主没骂 挨个儿骂遍了 郡主不明所以呀 怕这里头有自己郡马的事情 派人一打听 好 真打听出来了 李然立了行场了 郡主可慌了 叫了一声 余娘 他管丑妇女 马乳娘叫余娘 余娘您快上头了 瞧瞧去吧 他们要杀我的姑爷 马乳娘一听 真的假的 不是王爷在吗 怎么能够杀郡马玉斗呢 我瞧瞧去吧 暗含着他 可就构奔了 前山刑场 到刑场一瞧 弹鸭的人很多 他就往西棚后边转 到西棚后边一转一瞧 被绑三个人 俩不认识认识一个 认得骏马 为什么相亲 所以他跟着乡来呢 骏马被绑 还有一个脸上有金莲花的 挺漂亮的小伙 耳朵里灌满了 这些日子山上大小是非 都跟此人有关 叫金莲花凤旗 乍姓满名混入剑山 害死两位公主的就是此人 被拿火天牢 现在一并开刀问斩 往旁边一瞧 被绑的是棋牌官王胜 哦 这个人可恨 我们姑爷要不是跟着你 给带了坏了的 不至于这样 我呀 我喊叫起来 我就说有冤 为了救我们骏马 没别的 我就说其罪在此人 不在我们骏马身上 这是个坏人 我们骏马年轻无知 被他拐了带了的 马乳娘一时之间 把主意打定 就要高声险教 你瞧 这人这么坏和长得挺周正的 而且怎么那么眼熟呢 面貌之中 像我丈夫王抱王双全呢 二十余载未见都老了 是不是他不敢相认 哦 是是是 我丈夫王抱王双全 耳朵后头 有很大的一个猪虹胎记 最容易认 我绕的西棚后头 我看看到底是不是他 这会儿他又顾不了骏马了 马乳娘可就往西棚后边绕 绕来绕去绕去绕来绕的西棚后头 他可就瞧真着了 王双全整绑中间 看得很清楚 右耳根台子这儿 他这东西越长越大 随着年头越长 他这红啊 血红血红的越来越红 跪着那儿 滴着脑袋 整露着这儿 阳光之下 照耀分明 看得很清楚 不是我丈夫王双全 又是哪个 哎哟 就凭我 马乳娘于事 我要截这法场 救这三个人可救不了 嗯 我拿这奸展官 我把奸展官拿住了 就算行了 这奸展官 你杀别人行 杀我爷们不行 他不管这人是谁 他要是剑口 他不敢动手 这席棚后头呢 有架子 搭这席棚 说是有沙膏架子 沙膏架子底下啊 扔着一把菜刀 怎么方便这儿 搁把菜刀呢 搭架子这工人呢 有一外行 拿斧子劈席子 旁边那桥这别扭 你这不会干活 斧子是劈沙膏用的 这斧子劈席子劈不了 什么东西 专门有什么东西干 找拉席子的刀去 拉席子专门有弯刀 去找刀去 哎 拿剪子也行 拿弯刀也行 拿扎刀也行 这位外行啊 这位一听拿刀 就奔厨房了 找厨师傅 厨师傅 大个切的刀给我来一个 厨师傅 你要切的干嘛 您甭管了 可就把这切的刀啊 递过来 厨师这切的刀啊 有一家大号 家刚压手 背有分量 背后这儿薄 这位抄刀在手啊 拿手一片刀口 还嫌顿点 你这磨刀石在哪 那不就在灶台底扔呢 哎 灶台底下一抄这块磨刀石 水缸啊 这有水咬子 咬了半咬子凉水 往这磨刀石上 唰一洒 拿着这磨刀石这手 拿着这大菜刀 撒撒撑撑撑 就杠了杠 杠的正量 这刀口倍快 夹着这菜刀 他可就回席棚了 这是搭尖阵呢 等着这席子用呢 他老不回来 人家把席子 该裁着裁 该搭着搭 该绑着绑都弄差不多了 他回来 一辆这大菜刀 哎 刀来了 工头一瞧就急了 撂下 我让你拿柴席子刀 你拿菜刀干嘛 这刀不就毁了吗 把刀拿过去 过来一攥这刀背 他就撒了手了 这刀哪里没地儿搁 他不能摆在台上 你看台后边 砂高底下 这没人来 就手往这一扔 借着一会儿给人厨房还刀去啊 这口刀合着磨完了没动 就给华老道预备的 现找家伙找不着 怎么能方便这扔 把头号大号的切菜刀 马肉娘这会儿不管呢 他不管干嘛用呢 下腰老太太 可就把这口大菜刀抄在手中 一翻这口刀 拿大摩哥一舔刀口倍快 马肉娘你别看 九走江湖有经验 我也甭管上面这人 你是多大的英雄 什么剑客侠客 我单等的追魂炮 想 这追魂炮的信鸟 撕一动 他可就动了 头声炮一响 他往上一纵身 他可就上了台了 老道这么大能耐能听不见吗 倒霉就这时炮 马肉娘单等这机会 炮声响纵身行 老道又夹着俩眼都在凤琪那儿了 愣没听后边穿上一人来 上来马肉娘滴了这菜刀 可就不动 为什么 他够不着老道 单等二声追魂炮响 那信鸟一动 往前一迈步 他可就脸贴这席子了 这凤子也是天生给他预备的 先拉这凤子 那老道十个也跑了 脸对脸 马肉娘六十个捆一块 也打不过一画图 天生这有一大凤子 整是这椅子辈 马肉娘打小跟着爸爸跑江湖 心狠手快 您怎么二十多年当肉娘 没干过这事 今天也搭着旧夫的心气 又搭着为自己打小 为大的这位郡主 也是这狠劲 他慢慢顺着凤子 把这手可就伸出去了 头的这位金长官是男士女士 松是道 全没瞧清楚 一抠合了素 连椅子往怀里一抱 大个切的刀 罩着老道 面门上咔嚓就是一刀 画图多的能耐 这就是发卖迅香蒙汗药的下场 药论画图 掌中一口宝剑 真有剑客的身份 只可惜 他的人品低下 作风十分的下流 画老到今日 刑场当给监展官西鹏以下 被丑妇人马乳娘 一菜刀 郑重面门 整个这菜刀进去多一半 这脑袋就给劈开了 花红的脑浆子往外这么一流 马乳娘可就不管他了 马乳娘连刀带人 哭通往旁边一扔 撕开了整个这席子 纵身形往外一窗 就扑奔了王双拳 哪知道旁边 有一个人 这人是传指的 刚到 谁呀 书中代言 正是男子己大奔头 诸葛老道来了 这老兽性 来到了发场之内 猛然间一抬头一瞧 由席子后边 窜出个马脸的老太太 一菜刀把画图披了 诸葛剑可傻了 这能耐太大了 顺怀里一伸手 把边盖就亮出来了 他要护这发场 他不知道我跟这马老太太 能不能动手 我要是跟老道画图放对 我未见得是画图的对手 一刀之下 画图费命吭声 我要真动上手 我也够呛 寻常的把势 也不敢以菜刀为兵认 画幅就为神奇 平凡中见伟大呀 不可小是马妇人 眼看着诸葛剑 跟马妇人就要当场动手 这一回菜刀 批画图不再紧要 各位引出来下回书 热闹回目 同龄同海川 要见斩石头僧